为了帮助众教会认识使徒性教会的恢复 以及五重执事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乃是神从起初为教会锁定的模式 也是神在末世为要转化城市和列国 领万民做主门徒 为教会所预备的新提代 讲员海德勒博士引述圣经真理 说明建立使徒性教会和使徒性中心的重要性 耶稣坐在宇宙君王的宝座上 给了教会五项重要的恩赐 祂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那是神原本的建设 正对教会的计划